因為我們不可能把那些移工趕走 而是我們要讓它如何跟我們的環境能夠融合在一起 那當時文化組也是覺得說 台中本來就有二艘倉庫啊 這些本來就做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要如何把它連結在一起 甚至可以創造一個像是亞洲平台 或世界平台這樣的東西 能夠重新讓二艘倉庫變得更好 或是連結像是說 就留下來的宿舍、廠棄等等 那產業的話主要是以堂廠的規劃為主 去做一個包廠 因為堂廠近期也是要做一個規劃 那但是很有很明確的定位說 它可以做什麼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就讓大家去包廠 那植物種菜主要是說 綠化還有綠川站的部分 那附近是種菜 或附近是說種什麼東西 而是透過這樣子一個包廠的東西 那交通主要像是說 道路打通的問題 像大字路打通的問題 民族路與戶部接打通的問題 或是說 未來把負心路橋拆掉之後 動線是要怎麼規劃 因為就算把路橋移走之後 其實它動線是有問題的 它那個彎路的角度 是很容易造成車禍的 那我們要把它怎麼做一個連結 那立體化的話 主要是針對車站的附近 因為車站附近是有很多不同層次 例如高架的部分 還有自由流的鐵道的部分 還有原本車站的部分 怎麼可以去做一個霸想 所以主要是透過這幾個 做一個想像 還有一些東西 那這邊的話就是 綠色怪獸 那綠色怪獸的話 主要就是針對剛才講到的 就是綠穿 還有整個綠化的部分 那他們包含說 有想到一些 一些模式 就例如說 透過這個活動 要怎麼跟一些東西做一個連結 例如節慶 或是運動 那在地居民 或是說外來的人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需求 那當地人可以做一些 什麼樣的事情和活動 那還有他們也想到說 什麼植物是可吃的 還是說什麼是觀賞的 等等 那其實這個植物 栽種其實又可以聯想到 另外的議題是說 關於 城市老化 老人這個問題 或許 我們可以做一些 綠色和 栽種圓異等等 或許可以 讓 居民 他或是老人 有更多的參與 和 生活普及的 那綠流 就是剛剛講到說 關於 藍道的連結的部分 那他們有想到說 就是剛才講到那個 綠圓道的部分 是一個比較遠的一個發想 那靜的發想就是 我們如何去綠化 和連結 這剛才講到的每一個點 那再來是 那再來是 就是剛才講的 地質文化的部分 那 當時有想到說 大部分的移工 其實是聚集在 地域廣場 你看 那 究竟為什麼他們會聚集在 地域廣場 就是我主人覺得說 或許是因為沒有一個好的地方 能夠讓他們知道 其實台中有很多點 是可以適合去讓他們認識台中 或是能夠讓他們 紓解他們平常 就是工作的壓力等等 所以就是 能夠甚至可以做一個動線 然後讓這些文化 能夠被看見 因爲其實他們有一些 還蠻不錯的東西 例如像是說在 激光街跟 激光街跟公路那裡的轉角 其實是有一個 越式法包 就是越南的法國麵包 那它也是近期 也被看見 一個不錯的一個美食 那他們其實有很多 很不錯的文化 我們可以把它妥善到包裝 例如像是國外 就是會有一些那種 一些特別的街區 是有外國人的街區 那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東西 是創造成另外一種價值 那這個都市的慶典 就是當時想到說 我們要如何能夠讓大家 更有一些活動 或是相親力 因爲其實現在的都市 就是比較缺少互動 或是說 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 的都市慶典 所以我們那時候 組員就有想到說 怎麼去把這個鐵道 車站這裡 甚至可以變成一個舞台 特別的舞台 因爲樂台本來就是 比較高的地方 那上面車站可以看下面 或是說原舊車站的人 就可以直接坐在那裡 看這些表演等等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互動的空間 那我們要如何 讓這個空間更有趣 而不是一個 沒有跟原本做連結的一個空間 那他們有想到說 這個動線 他們一開始想到是說 上下的一個相遇的機會 因為鐵道或下面 就是有不同的層次 所以他們那時候 一開始的構想 就是有這樣的動線 所來的 那這個交通趴趴過的話 就是主要是針對 剛才講到道路打頭的問題 大家也可以看到模型 模型這邊 是有三個高架的這個道路 它甚至可以跟新的車站 出來之後不一樣 直接走下面 甚至可以走上面 然後連結到堂場 或是連結到 原本的鐵道的一個 軸線的景觀 那甚至可以連到說 原本的市場 然後乾城這邊 那包含這邊 就可以直接這樣連過來 直接走下面 那同時 道路的這邊 就可以直接 不會有那個 復興路橋的影響 應該說復興路橋 然後拆除後的影響 就可以獲得改善 那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火車站 糖廠這個地方 就是剛才講到 那個產業的部分 那當時 一開始的發想 是說糖廠 就是糖 那我們要如何 讓這個糖 跟原本的東西 是有做連結 他們就想到說 甜甜的味道 那其實這個東西 也是有個故事的 那之前在台中文史 父親組合 有PO一片貼文 是說 空喜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味道 有個阿媽 有個過去在 踏查的時候 有個朋友就分享說 當他吃焦糖麵包的時候 他阿媽都跟他講說 空喜的時候 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呢 空喜的味道 就同時連結到說 空喜的焦糖香 那他們想要把這個意象 能夠在這裡做一個呈現 那他們甚至也有想說 之前有個比較天馬行動的發想 例如說 在湖面上的列車 是不是可以重現 五分車鐵軌 就是當然這是 有可能會比較脫離現實 但是至少它是一個想像 我們要先有多一點想像空間 再慢慢一一個刪除 或者說一個一個再修改 發符和現實 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些 然後我就可以大部分看在展版上 一個介紹 那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初步的構想 那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初步的構想 不一定是比較周旋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參與這樣一個機會 我們就會眼睜睜地看的這些東西 不是順著我們的意思 和慢慢地對我們消除的改變 好 好 大概這邊 那先先回 好 那就是可以請大家慢慢地回錯 然後我們主持家 好 好